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美颜暴击,直发造型杀到我了,努力就会有收获 迪丽热巴美颜暴击,直发造型杀到我了,努力就会有收获 最近,我想大家都被热巴佩纳海活动中的造型给深深的沦陷了吧 在传出来的无虑镜视频中,暴露了最真实的状态 总结来说就是四个字,颜值耐打,活脱脱就是一个人间小仙女啊 热巴昨天受邀参加佩纳海的活动,佩纳海属于世界知名高级运动万表品牌 近距离的女明星,表情管理一绝,到现在还沉浸在她的美颜暴击中 当时的她身着一席香槟色未来感的长裙,化丽璀璨,光彩照人,尽显高贵点压之饭 据悉,她是该活动主办方佩纳海的历史上第一位全球女性代言人 她那标准的标准剑母脸,再配上品牌万表,真的很有高级感 如果有看过动漫的人可能会发现,她这次的直发造型,真的很像动漫里的角色 不知不觉又吸引到了一大批动漫粉丝 不禁让人感叹道,这真的是人类可以拥有的美貌吗,长成这样子应该是没有什么烦恼了吧 一直以来,她都在保持着自己的初心,不断地学习知识并且不断地突破自己 并且老天不负有心人,这也让她在自己的演绎事业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就像最近几年,她就一直活跃在荧幕中,从一开始火出圈的《克拉恋人》中的高文 再到后来挑大梁当女主的《三生三世诊》上书中 可爱的白凤酒,再到近期大火的《你是我的荣耀》 搭档洋洋丝毫没有违和感 电视剧播出以后甚至有了很多的CP粉 这足以证明,她的演技正在一步一步地提升 可以用自己细腻的演技诠释各种风格的并且各有特色的角色 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取得了认可与热度的双收获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商业价值也在不断地提高 各种各样的代言拿到手软,涉及到了各种各样的领域 比如酸奶品牌安慕西,美妆产品柯拉奇,喜护用品飘柔 女性用品护书宝,再到高奢品牌路易威登 再到如今的世界知名高级运动万表品牌佩纳海 可以说是对她商业价值的全方位肯定 坚信努力就会有收获,只要始终稳扎稳打,一不一个脚印 尽力地诠释好自己的每一个角色,就可以凭借优秀的作品 获得大众的喜爱和关注 她在采访中曾说过自己不想演偶像剧 想要接一些医生、警察等正能量的角色 可以看出,她并不想将自己局限在某一个范围 对自己有要求,具有挑战性 她能这么红,三分靠的是老天赏饭吃 给了她一副美貌,七分就是自己后天的努力 她能这么红,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她诠释着属于她自己的无限可能 而随着人们对她的喜爱不断提高的过程 这样子的她无疑对于品牌方来说就是妙思女神 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会看到迪丽热巴会闯出一片属于她自己的天地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